心中愉快 王小飞拉开了草帘子走了出去 出来一看时 渣家两姐妹都把目光投到了她的身上 看得出来 她们一直就守着自己似的 你们这么早啊 王小飞多少有些脸红 住在别人家里 结果却是这么晚才起床 俩女和王小飞交流了一阵之后 渣水小跑着去帮王小飞煮面条 当然了 面条也是王小飞自己带来的东西 洗漱了一下之后 渣水就端着一大碗面条出来 上面更是有着一个煎了的鸡蛋 你们吃了 王小飞就问了一句 俩女互相间交流了一下之后 朝着王小飞就笑了笑 想到她们家并不富裕 估计就根本没有吃早点事 王小飞硬是逼着俩女 又去煮了三大碗面条 同样也是煎了鸡蛋 非要看着她们吃了自己才吃 崔丽仙被王小飞找了进来吃面条时 也有些不安道 那些是你带来的东西啊 王小飞道 既然我住在这里就是一家人了 怎么能分得那么清楚呢 听我的话 赶紧吃了 听着王小飞说话 再看看面前那一大碗的面条 这一家三个女人的神情中 亦是多了一些变化 对于三个女人来说 王小飞强硬地要求她们把面条吃了 这是一种温情 是一种关怀 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的关怀了 崔丽仙 甚至眼圈都有些湿润了 向着三女看了看 王小飞端起碗来 大口吃了起来 开始时 三个女人只是小口地吃 后来也都放开了肚子 大吃了起来 王小飞吃完之后 拿出自己的灵茶泡了一杯 然后就坐在院子里面 看着远处的景致 还别说 坐在这里看着远处的景致 王小飞的心灵再次得到了放松 就在王小飞沉浸于这样的意境之中时 突然院子外面就传来了声音 王小飞向着到来的人们看去时 看到的是 一个村子里面的女人 带着一个中年人和两个年轻人 走了过来 扎家媳妇 大喜啊 那个村子里面的女人 对着崔丽仙 就大声地道喜起来 巫婶 有什么事件 我说扎家媳妇啊 真的是要恭喜你们家了 你看看 虽然扎水长得好看 可是村里人也都不会 把她娶到家里吧 现在县城里面的周老板 可是喜欢上了你们家的扎水 说是打算把她娶回去做老婆 人家周老板可是说了 去了他们家之后 就是女主人的 周志明 让人没想到的是 崔丽仙突然大喊了一声 那中年人一眼看到了崔丽仙 也是愣了一下 就向着那女人道 是他们家 是啊周老板 我跟你说啊 他们家的扎水 可是长得水淋淋的 保证你看了就喜欢 可是这时的崔丽仙 却是突然间抓起了锄头 朝着那周志明就打了过去 王小飞这时也是看得恶然了 完全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你这臭女人 你敢打老子 周志明刚说完话时 跟在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 就朝着崔丽仙扑了过去 王小飞的目光就是一宁 看得出来 这两个跟来的年轻人 都是练甲子 出手也是狠毒 如果这一拳打中了崔丽仙的话 至少得躺在床上一阵子了 王小飞当然不可能让他得逞 把手指一弹时 那个年轻人的脚就是一麻 然后就跪了下去 崔丽仙这时 根本就不去顾这个年轻人 仍然是拼了命地 扑向了周志明 有问题呀 王小飞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崔丽仙 你这个臭女人 不想活了 你信不信老子 把你两个女儿都弄去做鸡 这话还真的是 具有极度的威胁性 崔丽仙一听到这话时 整个人一愣 就站在了那里 手中的锄头 也跌落在地 哈哈一笑 周志明道 你也是知道老子 有多大的力量的 识相的话就听话 老子 可能还会给你两个女儿 找一个好歹的人嫁了 否则的话 老子是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的 你敢 老娘跟你拼了 崔丽仙说着话时 一手一个就搂住了两个女儿 王小飞却是看得明白 崔丽仙是真的对周志明畏惧着的 这都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呢 王小飞的感悟被打扰了 心中也是不爽起来 在这地球上 还有人是自己搞不定的 周志明这是更加嚣张到 崔丽仙 当初老子把你卖得便宜了一些 好在你还是会生养的 两个女儿还真的是水淋淋的 算了 看在你以前做过几天 我的女儿的面上 你的两个女儿我收起来 就做我的女儿好了 放心 老子也不会让你再过这苦日子 跟着一起去吧 虽然你岁数上来了 打扮一下 保养一阵 还是可以的 王小飞这时真的是恶然了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人 你说他是拐卖人口的 王小飞看向了周志明 听到王小飞说话 周志明转脸看向了王小飞 又看看崔丽仙哈哈一笑道 嘿嘿嘿 好 很好 你男人不在家了 你倒是学会勾引男人了 不错嘛 这小子长得帅气 倒也真的是能够吸引你的 找死 王小飞现在是真的听不下去了 看得出来 这个周志明就是一个坏人 让王小飞郁闷的是 这小子既然是这样说话 那么他至少是拐卖人口二十年了吧 怎么还没有被抓 现在竟然还在做着这件事情 当然了 王小飞现在也没有抓到他的把柄 倒也并不好说什么 只是听到这老小子 说出了这样的话时 王小飞的怒火生疼 大吼了一声 哼 你以为你谁啊 小子 老子出道的时候 你还没生呢 上去 飞了他 对着身后的一个年轻人 就说了一句 那个年轻人朝着王小飞 就飞起一腿 踢了过去 不得不说 这年轻人是练甲子 这一腿还真的是有着劲道 可是 谁让他碰上的是王小飞 只见王小飞抬手 一直点出时 那个年轻人飞来得快 回去得也快 碰的一声 年轻人就跌倒在了周志明的身前 随之就是年轻人那惨叫的声音 你 周志明也是一个有眼色的人 一看到这情况之后 就吓住了 指着王小飞不敢说话 随之就横了一声道 小子 别以为你能打就了不起了 现在是热武器的时代 你小子有胆就等着 说完话也干脆 一下子就扶起了那个年轻人 然后把年轻人一背 转身一时离开了 看着这些人离去了 崔丽仙搂着两个女儿 就放声地哭了起来 王小飞向着崔丽仙看看 心中就有些明白了 这个女人应该有着 她的故事在里面 王老板 你快跑吧 再不跑 就来不及了 崔丽仙突然对王小飞说了一句 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 王小飞就看下了崔丽仙问了起来 他们是和大势力的一些人 你打不过他们的 快走 说话间就跪在了王小飞的面前的 王老板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求你救一下两个孩子了 你快起来 有话好说 王小飞把他扶了起来 看到王小飞不以为然的样子 崔丽仙急切道 王老板 真的 他们势力很大的 咱不走 就来不及了 周志明 只是他们的一个小头目 他们的真正势力太大了 我并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跟我说一下 这事我来管上一管 你 崔丽仙跺了一下脚 对于王小飞真的是无语了 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时 崔丽仙又放声哭了起来 她的两个女儿这时也都在跟着 哭有个屁用 快把你的情况说一下 我看能不能帮到你 王小飞最见不得女人哭了 皱眉就喊了一声 崔丽仙止住了哭声之后 估计也是想把自己的委屈说出来 就哽咽道 二十年了 我只是一直埋在心里 没敢对人说 今天都这样了 反正是跑不掉 我就说给你听听 随着崔丽仙的讲述 王小飞在身上杀气 也涌动起来 原来这崔丽仙并不是一个农村人 而是市里面的一个城市人口 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遇到了周志明 当时的周志明看上去也是一个帅哥 用钱也大方 崔丽仙就被骗失身于周志明 本来以为周志明会娶他的 结果被睡了之后才知道 周志明竟然是一个叫做熊鹰帮的小头目 他的任务就是骗那些失足的少女 然后逼迫着少女卖淫 甚至做一些仙人跳之类的事情 另外就是把失足的少女骗了出去 卖到山村里面 开始时的崔丽仙还没有想到这些 后来看到自己的一个姐妹不听话 就被他们残杀了的事情之后 吓坏了 无论如何也要回到他的家里去 结果就是周志明他们威胁崔丽仙 如果他不听话 就把他的父母家人全部都杀掉 甚至把他带着去看了一场他们杀人的事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